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個月的六號 即是星期一時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去到了貴州省同仁市進行考察 其中一站是去到一家科技公司的樹 原來這家科技公司 就是同仁市從深圳重點引進的 智能終端龍頭企業 現有的員工兩千多人 其中在今年全面復工復產之後 新招聘回來的返鄉農民工 有1592人 想得知這家企業 將會進一步擴產增援 李克強總理馬上就為 當地政府和這家企業搭橋 鼓勵他們要多招一些當地農民工 李克強總理當時就說了這句話 他說 沿途都看到很多閒置的廠房 政府完全可以支持企業利用起來 進一步擴大生產 要多招一些當地農民工 兄弟姊妹 李克強總理這番說話 其實多少都是反映著當地的經濟實況 我們現在一齊嘗試去解讀一下 李克強總理這番說話 首先他第一句就說到 沿途都看到有很多閒置的廠房 閒置的廠房當然沒有投入生產 故此當地的生產情況真的有待改善 在中央號召復工復產接近五個月的時間之後 當地仍然有這麼多的閒置廠房 其實也是意味著 當地的生產規模 仍然是未回復到 在疫情大爆發之前的進度 按道理 現在又不是什麼大時大節 按道理就算有閒置的廠房 都不應該說是很多才是 第二句就是 政府完全可以支持企業利用起來 進一步擴大生產 他這句言下之意 就是當地政府應該要採取一些更積極和主動的措施 向企業提供誘因 使他們能夠全程投入復工復產 以及創造更多就業職位 最後一句就是要多招一些當地的農民工兄弟姊妹 這句說話可以反映出有兩個面向 第一 就是至少在同仁市當地的就業情況 就不會太過理想 因為若然已經去到全面復工復產的時候 照計都已經接近全民就業 還哪有這麼多農民工讓你去聘請才行 更何況李克強總理還說 叫那些企業要多聘請一些當地的農民工 也就是說 有很多人是在等待就業 第二個面向 其實就是反映出 城市的就業情況 都不是很理想 因為在這篇報道裡 其中一句就是 李克強總理所考察的這家科技企業 申請了返鄉農民工1592人 什麼叫返鄉農民工 農民工其實說 本來他的戶籍是在農村樹 但由於他不再去無農 不再去耕作 故此就出去了城市裡打工 這些就叫做農民工 但是裡頭寫得很清楚是返鄉農民工 即是說之前出過去城市打工 現在就回鄉了 請這些返鄉農民工的意思就是 在城市裡找不到一個就業職位 故此就回流回農村 才有返鄉農民工 照計農民工返鄉一般都是過年的時節才會返鄉 這些七月的時份 往年一定是在城市裡打工 怎會在鄉下裡 肯定這班人 就是在城市裡找不到工作職位 可能又支付不起城市的生活費用 於是便回鄉下的鬥口 故此李克強總理這番說話 其實就是會令人更加了解到 中國地方經濟的實況是怎樣的 除了剛才那番說話以外 原來李克強總理還很懂得說話 先後就讚了企業負責人和貴州人 他怎樣說呢 他對企業負責人說 說你們辦了一件好事 既被當地農民工提供了就業機會 亦都降低了自己的生產成本 是雙贏 他這句就是贊企業的老闆 話風一轉 就贊貴州人 即是勞動人民 他怎樣說呢 他說 保障民生 不單要靠政府和企業創造更多機會 同樣重要的是民生在勤 要靠勞動者的薪勤付出 而貴州人黑虎內勞肯學習 有這樣的勤勞作支撐 他在補就業補民生就更加有底氣了 即是企業老闆又贊 這個勞動者他又贊 所以難怪李克強總理 是禁授中國人民的愛戴 接著就講一下關於德國總理默克爾 人也做總理 他也做總理 他也做到被德國的朝野一起炮轟 究竟是甚麼事呢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指出 說在歐盟表明要嚴重關切港區國安法之後 默克爾就只是說 必須要在互相尊重和信賴關係的基礎上 與中國尋求對話 默克爾還強調 與北京合作對抗氣候變遷等問題 是符合歐洲利益的 但是 德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一致認為 默克爾現在應該做的事 是要很直率地批評北京 故此默克爾其實就是避重就輕 香港的議題很少談及 反而他還說了更多氣候問題 諸如此類 就是故左右而言他 好了 這個朝野政黨如何批評默克爾呢 他們認為 相比起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德國在香港議題上 竟然是毫無作為的 到底這個朝野政黨的批評是否合理呢 事實上 英國政府又真的承諾過 要擴大BNO的權利 放寬BNO護照持有人在英國逗留的期限 而且還提供了一個所謂5加1的方案 好了 美國方面又如何呢 他們又決定了禁止那些企業出口 武器和敏感科技來到香港 並且之前還曾經聲稱 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至於澳洲和加拿大 亦分別提出了一個方向 就是要盡力來接納香港人過去定居 好了 如果這樣拍攝來看的時候 德國所做到的事 似乎是少之又少 好了 到底其他執政黨的成員又如何批評他呢 執政聯盟之一的社會民主黨 外交政策發言人施密德 就批評默克爾 說他至今仍然堅持融合的理念 以為只要和中國深化經濟關係 中國就會變得更加開明 這位施密德就批評默克爾 這樣的中國政策已經過世了 默克爾在擔任德國總理15年間 曾經12度訪問中國 而且一直非常著重於德中的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中國也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在2018年的時候 雙邊的貿易金額達到2000億歐元 故此已經超越了美國很多 默克爾還曾經為自己的親中立場辯護 就說 不應該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 視他為一個威脅 真是奇怪 因為德國內政部長傑霍夫 在不久之前才提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看來默克爾和內政部長的對話態度 真是南緣北切 至於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民主聯盟 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諾德根 怎麼說呢 他就說 德國對香港遭遇的回應 簡直是太過簡單 諾德根就說 德國應該緊隨英國腳步 為香港人提供庇護志 並且要在聯合國的層面 推動指派一名監督香港的專員 這位諾德根還說 他們必須要讓北京知道 他們對港策略 是會傷害到中國自身的國際形象 似乎 無論是朝野政黨 還是他的內閣成員 對於默克爾的對華政策 都不是很滿意 究竟默克爾是怎樣呢 他似乎是不為所動的 就算面對著朝野的壓力也好 他仍然堅持著相對親中的路線 故此 默克爾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